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小伙伴留言给我 说能不能做一期新手的科普 那就从马鱼回家说起吧 今天的主角就是广西的后生人徐秋 商品名叫熊猫秋 对水温很敏感 不推荐新手眼 那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本期的内容 第一步就是挂带 意思就是先不打开鱼带 泡在鱼缸里 让鱼带里的水温跟鱼缸的同步 温度的一致能有效降低小米的应激性 接着把鱼缸里的水倒进袋子里 我基本加三次 每次加的量是鱼带里原水的三分之一 半小时加一次 有耐心的朋友可以加到五到六次 这样更稳 过程中我会分别加入黄粉 内剂 外剂三种药 无论鱼的状态有多好 无论是野菜还是市场上买的 这一步我一定不会偷懒 满满都是教训 最后准备一个操网 把整袋的鱼倒在操网里 水就不要了 很脏 然后把小鱼慢慢放进缸里 就可以了 注意适量降低水位 预防新来的小鱼穿出来 然后就可以把灯关了 增加安全感 其实最重要还是要看鱼本来的状态 购买前扩比三加 多看看 多比较 慢慢就能领悟到这条鱼大概的状况 虽然我还是经常翻车 可以加一些鱼友群 或者去一些水族论坛 做一下功课 能更快的入门 希望小伙伴在家里吃完小鱼 能少走万路 变成一种消遣的娱乐 而不是一种负担 那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请点个赞吧 感谢关注中国人生娱乐 我是毛永安叔婆 我们下次见 拜拜